我想,许多人肯定同我一样,第一次知道周深都是源于一曲大鱼,只要听过大鱼的人,他的嗓音亮出来的那一瞬间无不为之惊艳,那是天籁,直直撞入心中, 想不记住都难,他的外貌算是其貌不扬,很不出众的那一类型,但只要站上舞台一开嗓,我的眼里就再也放不下别的人了,他就是舞台上的王者碾压所有的声音,这既是他的魅力,也是他的魔力。 周深出生于贫困农村,和姐姐一起每天砍柴,种菜,做饭,做着各种琐碎的农活,这些生活经历让他更加热爱生活。 即使日后功成名就,他也依然会大大方方的提起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环境,并没有因为曾经的困苦而感到自卑。 他从小喜欢唱歌,因为音色很准而被老师发现,很是风光了几年。 可是,到了十三四岁变生期,当别的男孩声音都变得粗犷时,他的声音还很细,很多人嘲笑他不男不女。 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,他也曾经消沉迷惑,也曾怀疑自卑过,但始终因着对音乐的热爱而坚持到现在。 后来被网友称为天籁之音,更被不知情的歌迷奉为女神。 但是,当他直播时开了摄像头,那些崇拜者发现所谓的女神不是妩媚恶狼的妹子,而是个其貌不良的小子时, 恼羞承诺了他们立刻掉转枪头,去侮辱攻击他。 高考后,他更加坚定了音乐的梦想,一心走出奔往音乐之路,家人阻挠和现实困顿都没有打消他热爱音乐的热情。 为了实现音乐的梦想,他坚决打工,自己赚学费生活费。 感谢那个坚持到底的周深,才让我们能够有幸听到这样的天籁之音。 那年好声音,纳英痛哭说,对不起周深,我喜欢李维。 于是,周深在决出四强中落败,十六近四,他被淘汰。 也许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气得跳起来,眼泪都要夺眶而出了,他只是忍着。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哭道,哭不是难过被淘汰,而是想继续留在这个班里唱歌。 2020年,周深参加歌手大赛,他唱着达拉崩巴更是一曲荣耀风神,把他重新带回了风口浪尖上。 作为歌手,他一次次地用音乐惊艳大众。 但如果只是狭隘地把他归为选秀歌手和偶像歌手,那就太不尊重他的专业水准了。 他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,专业为美声男高音,诗从乌克兰国宝级歌唱家。 这位顶尖大师挑选弟子的眼光异常严苛,绝不会自毁招牌。 作为名师精心挑选的心爱弟子,他对他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。 一对一授课,知无不言言无不尽,经过如此严苛的音乐训练,被他日后的歌唱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。 正所谓名师出高途,注定他不会泯然于众人。 高晓松评价他是介于女生和童生之间的魔音。 制作人钱雷的评价也直白地点出关键。 现在歌坛很萧条,假如再萧条十年,周深也不会死。 没人能在这个音质范畴内跟他有竞争力。 因为与众不同而遭受非议与排挤,更是因为独居一格而被更多音乐大咖视为珍宝。 具有艺术格局的人都明白,与众不同自成特色是多么可遇而不可求的西珍品质。 什么是精品? 白玉兰奖得主陈述说,细烂我不烂,这就是态度,也是自信。 打铁还需自身硬,任何行业都有人改朝换代,一蹶不振,也有人风生水起,屹立不倒。 他不断变换的音色像是个取之不尽的宝藏,不断有惊喜呈现。 难怪有人说,听他的歌像看了一场音乐剧。 作为强悍的实力唱将,更是华语乐坛风格独具的特色存在。 他自带修音的轻唱,仿佛一个行走的录音棚。 不管何时何地点歌,什么曲风音响舞台效果都不是问题,开口就是中国好声音。 见到的人无不为之折服。 因为他业务能力实在太强,能将作品的精华、情感完美地诠释出来,精准地向观众传达作品和各种情绪。 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各大制作人指定演唱的宠儿。 电影演唱有《大鱼海棠》、《白蛇远起》、《出不可骑》、《那片星空、那片海》等。 电视剧演唱有《新倚天屠龙记》、《锦衣之下》、《如意传》等。 手游演唱有《水浒Q传》、《云长雨衣》、《天涯明月刀》等。 还有许多即将上映的早就已经预定了他这把金嗓子。 不得不佩服他的高产高智,业务能力实在太能打。 出道才几年,他获得了众多音乐前辈导师的交口称赞,得奖无数。 可是不管红不红,他始终拒绝无谓的炒作。 坚持靠作品说话,谦逊敬业只会让人更加钦佩他。 虽然他极具天赋,但是他的成功却不仅仅是因为靠老天赏饭吃。 他后天的刻苦钻研和艰苦训练也不应该被抹去。 欲不拙不成器,他流光异彩的现在也得感谢那个时候坚持不放弃的自己。 另外,他的学习欲望和学习能力也非常强。 曲风变换多样,不断地尝试新鲜的风格唱法。 除了海妖般的美声唱法,还有大鱼浅浅,也会民族唱法和原声态唱法。 甚至对乐剧的细腔唱法也愿意尝试。 如直穷破仓的,对依据音效如同一样惊艳。 如直破穷仓的依据音效果然同样惊艳。 歌唱能力达到如此高位成就后,他并未就此沾沾自喜。 歌唱能力达到如此高位成就后,他并未就此沾沾自喜,停滞不前。 作为一个热爱音乐到骨子里的人,他一直在突破自我,涌攀高峰。 开始学习原创制作,首次以制作人的身份制作出了过境千番。 其他的如Money,浅浅,他灵感乍现时改编或完善。 作为专业的美声男高音,他也经常努力尝试把美声元素融合进流行音乐里,希望能够碰撞出不同的火花。 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翻开周深的朋友圈才会惊叹,他不需要靠讨好任何人的热度,因为他足够优秀,吸引来的自然就是才华横溢的圈内大咖。 如周杰伦的御用中国风作词方文山,如通古薄金谈笑有红儒的高晓松,才华出纵的词作者尹约,还有知名作家的好友刘童大大。 在这些身边好友的耳濡目染下,他的词作口才水平也日上高楼,渐如佳境。 成名之后,他的生活依旧朴实无华,与歌迷互动依旧真诚用心,背包衣柜服饰都是舒适就行,并未沉溺于奢华物质当中无法自拔。 很多明星都会因为过度的物质享受而影响艺术的纯粹,在这一点上,他一路稳定优质的曲分当中可以放心了,他依旧是那个爱唱歌的简单周深。 作为好友兼粉头的刘童大大,在周深新专辑读后感写道, 眼看各个行业的冠军一个一个挣扎着依然消失,早早淘汰的小小的周深依然在默默地坚持。 他好奇地问周深,你平时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干嘛? 他答,在自己家里的简易棚里各种翻唱。 周深一点也不着急,唱歌就是他卑微又美好的理想,一直唱下去,这就是最大的意义。 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,很简单,是歌者,就该用作品回馈给喜爱的人。 大于海棠的导演曾说,他是个没有人设的艺人,他不需要人设,台上台下的周深都是一样的。 他一直是那个不忘初心爱唱歌的人。 网上有一句评价周深的经历,他一路走来,最不缺的是嘲讽,最缺的是尊重。 周易里有两句话很符合他的人生经历,一句是天行鉴,君子已自强不息,一句是地势坤,君子已厚德在物。 他从未因为别人的嘲讽而自暴自弃,不会因为恶意重伤而忽视那些支持他温暖他的人。 当实力达到一定高度后,那些嘲讽重伤人就再也伤不了他了。 他依然用真诚回报歌迷,用感恩回报父母恩师,用温暖正能量回馈观众,回馈社会。 天赋超长而没有毅力和恒星的人,只会成为转瞬即逝的火花。 有志者事尽成,破釜沉舟,百二情观中属楚,苦心人天不负,卧心尝胆,三千月甲可吞吾。 从小走来,一路的艰辛让他分外珍惜现代能够唱歌的机会。 那些曾经打不死他的困难阻碍,终于让他日渐强大。 他小小的身体里却迸发了无穷的力量。 他细腻的声音带给我们了心灵的震撼,灵魂的洗礼。 在这个能听完一首歌就算你狠的年代,周深的声音真的是上苍对众生的慰藉。 多么优质的偶像在这个时代终究没有错过他。 慈人如彩虹,遇上方之友。 谢谢你,周深,让我们遇见你。